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那個燃燒實驗的部分 那燃燒實驗的話呢 我們開始看一下這邊 好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元素 我們元素分兩種 根據收集板裡面嘛 分成的是非金屬跟金屬 你們要圈起來 那金屬燃燒以後呢 它所生成的生成物是什麼 成為金屬氧化物 非金屬燃燒完以後呢 所生成的東西呢 成為什麼 非金屬氧化物 好 重點來了 它們兩個加水之後呢 都會產生新的東西 好 如果是非金屬氧化物加水之後呢 它所成的東西呢 會成的是酸性 非金屬的話 非金屬氧化物如果融於水的話 它的東西成為酸性 那如果是金屬氧化物加水之後呢 如果融解的話呢 它呈現的東西出現什麼東西 出現的是 碱性 這很好記 非金屬的話 它的氧化物融於水 要融於水才可以喔 融於水的話會成酸性 金屬的話呢 融於水之後呢 會成是碱性 好 那我們開始看這個那邊 這個呢 欸 不好意思 你要背 背這幾個顏色 這個看一下 納 納是什麼顏色你知道嗎 納 納什麼顏色 先講哪好了 鎂是白色的啦 銅的話 這個顏色好像 我現在有什麼補充給你好了 因為這個我有點忘記 不要幫你查一下好了 先看這個納的那個 燃燒感應程度 納會大於鎂 大於鎂 大於鎂 大於銅 原因就是因為 納的活性最大 它剛好跟活性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邊呢 是常見的這個 氧化物跟水反應的結果 好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這邊 硫加氧會變成二氧化硫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零加氧會變成的那個 這個叫 呃 什麼 死氧化四零 這個其實像上面蓋起來 你可以把它補上去 然後呢 呃 這個 碳加氧變成二氧化碳 好 重點是旁邊這邊 二氧化硫加水之後 變成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叫 雅硫酸 雅硫酸 然後呢 死氧化四零加上水之後 會變成了 磷酸 這個叫稱為磷酸 呃 我看一下喔 你背這個就好了啦 背這兩個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不用記 沒關係 因此其實不常用到 這樣你把它背起來 好 那再來看這邊 那加氧會變成氧化那 鎂加氧會變成氧化鎂 鎮加氧會變成氧化鎂 銅加氧會變成氧化銅 銅加氧會變成氧化銅 這些剛好上面都有講到對不對 這邊 這都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是中文 一個是英文而已 好 然後下面重點是這邊 氧化鈉加水之後變成氧化鈉 氧化鈉 這個稱為氧氧化鈉 喔 氧氧化鈉 然後呢 氧化鎂加水會變成氧化鎂 然後呢 氧化鎂加水會變成氧化鎂 然後呢 這兩個把它記一下 這個特別打氧化 他說他的加水之後呢 都不會溶擠 所以他也有酸鹼性 你瞄瞄瞄去 他是成氧化鈉 因為氧化銅跟氧化鎂 都幾乎是不溶於水的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酸鹼性 要溶於水才有酸鹼性喔 那這個你 我先跟你說一下 這個剛好我們第三章會學到 所以這邊你還是要背一下 但重點是告訴你是 非金屬啊 溶於水會呈酸鹼性 金屬呢 如果溶於水的話 會呈的是鹼性 這樣子喔 這樣就可以了 那 你不用緊張 考試會考這個東西 考試不會考那個 目前至少會考英文 讓你把它寫出來 大家是把它判別 讓你判別酸鹼性這樣子 會啦喔 可以 好 OK 再來